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2月13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根据最新统计,截至上周日12号 全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累计突破5000万例 因新冠死亡人数也突破80万人 美国疫情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持续下降后 感恩节后再度回温 过去两周,每天的新增病例再度反弹飙升 其中,气候相对较冷的地区 人均新增病例幅度最大 其中包括佛门特州、新汉布什尔州和密西根州 在过去一个月中 全美的新冠死亡人数增加了4.6% 专家表示,今年私与新冠肺炎的人 大部分都是未接种疫苗的患者 据相关数据显示 美国是全球报告中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其次是巴西和印度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4% 但新冠死亡人数却占全球的14% 另外,确诊人数在全球比例中也高达19% 昨天,美国资深新闻记者主持人华勒斯宣布 将从工作18年的福克斯新闻频道 跳槽到福克斯的竞争对手CNN担任主播 将出任CNN即将推出的串流媒体主持人 据路透社报道 今年74岁的政论节目 福克斯周日新闻主持人华勒斯 昨天在节目中宣布即将离职坏港的消息 据悉,华勒斯是福克斯新闻频道最知名的记者之一 去年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主持了川普和拜登的辩论 据华勒斯称,他想进行一些新的尝试 除了政治之外,他还有其他感兴趣的事情 准备展开新的冒险 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 正在筹划中的串流媒体CNN加 预计将在明年开播 华勒斯将加入CNN团队 担任CNN加的主播 另外,华勒斯在CNN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加入CNN加,他非常高兴 他说,在广播和电视新闻界历练了数十年后 我急于探索串流媒体世界 期待串流媒体带来新的自由和弹性 随着华勒斯的离港 福克斯新闻频道发声明表示 等到确定人选后将公布 由谁来接替华勒斯 继续主持周日新闻 据媒体报道 10号晚上到11号清晨 席卷美国中西部六州的40多个龙卷风 已造成至少94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以及多座城镇被毁 受灾最严重的肯塔基州 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1号,拜登总统下令全力协助救援 并称,这起天灾是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龙卷风暴之一 这是一场悲剧 但不幸中的好消息是 原本以为肯塔基州的一家蜡烛厂 死亡惨重 因为事发时曾有110人在厂里工作 当时只救出了40人 但今天早上据媒体报道 该厂的死亡人数 从接近80人减少到了8人 另外还有8人下落不明 其他90多名工人已平安回家 但遭受龙卷风的严重破坏 肯塔基州的其他郡仍有数十人死亡 肯塔基州州长贝西尔表示 如果原先的估计是错误的 那真是太棒了 现在他已将州内估计的死亡人数 降到了50人 另外贝西尔还表示 这场清洗肯塔基州的龙卷风 在地面上移动了320多公里 是有记录以来行进路线最长的龙卷风之一 目前有记录的全美最长的龙卷风 是1925年的352公里 当时曾造成695人死亡 在本次的龙卷风灾难中 伊利诺伊州的一个亚马逊仓库 遭受狂风吹袭而倒塌 造成6人死亡 据亚马逊公司表示 当天在风暴抵达前的11分钟 仓库曾发出警报 指示员工迅速前往避难点 另外伊利诺伊州州长也表示 相关部门在龙卷风抵达前40分钟 曾发出首次警告 据悉 这次龙卷风的时速高达每小时155英里 导致这家仓库的屋顶被掀 11寸厚的混泥土墙也被狂风吹倒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政府12号公布资料 在这次风暂中遇难的6名亚马逊员工 年龄介于26岁至62岁之间 其中34岁的送货司机赫布 是一位单亲妈妈 家中还有一名幼子 另外还有一位是退伍军人 46岁的维尔登 他在几个月前才刚刚进入亚马逊 是一名送货司机 根据记录显示 他在风暴抵达前约20分钟 曾向家人发过短信 说公司要求员工等风暴过后再回家 对此家属认为 亚马逊虽不该对此负全责 但如果允许维尔登离开仓库的话 他就有20分钟的逃生时间 另外在遇难的6名死者中 年纪最轻的是26岁的卡车司机 麦克尤恩 据他同事表示 麦克尤恩本来是想在仓库的洗手间 躲避风暴 但不幸遇难 据几位亚马逊员工表示 当局发出紧急警报后 仓库经理曾指示员工到洗手间避难 另外在这次风灾过后 一些员工对亚马逊的手机禁令提出批评 据悉 多年来亚马逊一直都禁止员工携带手机进入仓库 而是要求他们在进入安检之前 都将手机放在车里或员工的储物柜中 据几位员工指出 如果他们被困 要是手里有手机 就可以帮助他们和外界取得联系 其中有人表示 如果公司再制定禁用手机的规定 我就辞职 目前亚马逊公司拒绝 现在处理员工对手机政策的担忧 公司表示 现在的重点是协助现场的急救人员 并支持受灾员工 12号 由美国广播公司ABC和伊普索合作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再度跌至43% 创下新低 在众多议题中 民众最不满意的是通胀问题 但在应对疫情方面 却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 11月份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比去年同期飙升6.8% 成为1982年以来的最高升幅 物价暴涨严重拖累了拜登的声望 对此高达69%的民众 对拜登应对通胀问题感到不满 另外有57%的民众 对他的经济复苏政策表示不满 日前拜登曾表示 一般民众面对通胀确实感到颠簸 但他认为 美国的通胀已经达到顶峰 但缓解的速度还不够快 拜登称 当重建美好未来法案通过后 将可有效缓解通胀问题 另外 民众对拜登基建法案的热情 也在逐渐消退 对基建议题的满意度 从8月份的62% 降至目前的53% 此外 还有57%的民众 不满拜登的税收政策 另外 因最近打砸抢 集体抢劫 以及谋杀案激增 也使得民众 对拜登处理犯罪问题的满意度 出现下降 从10月份的43% 降至11月份的36% 另外 对枪支暴力管控的满意度 也从39% 降至32% 在外交方面 近期广受关注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 在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化后 他试图缓解俄乌竞争局势 但民调显示 55%的民众 对拜登处理对俄关系 表示不满 只有38%的受访民众 对拜登和普京的磋商 抱有信心 另外 民众对拜登 应对气候变化的不满意度 仍达到51% 在多项调查项目中 唯一获得多数满意的议题 是新冠疫情 对拜登的防疫 表示满意的民众 占53% 在受访中 有70%的民众认为 当下应继续维持口罩令 或应该严格执行 据分析指出 如果拜登的民调 一直没有起色 对民主党而言 对明年国会期中选举 将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而对于拜登的连任 更是一个负面因素 过去一年 美国的物价上涨6.8% 创下39年来的最高水平 因此 很多经济学家预计 未来几个月 美国的通胀率 仍将维持在高水平 一直将持续到明年 才能逐步放缓 不过 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 目前正在回跌 预计民众的汽油和取暖开支 可在几周内出现回落 据美联社报道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资料显示 截至10号 普通汽油的零售价 已降至每加仑3.35美元 虽然这个降价 还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16美元 但和上个月相比 已经回落了2.4% 据能源信息署预测 汽油价格即上个月 涨到3.39美元后 本月将跌至3.13美元 并将在明年 进一步回落至2.88美元 因全球天然气价格出现回跌 因此 很多家庭的取暖费有望下降 据全国能源援助协会 执行总监沃尔夫表示 预计今年 每个家庭的取暖平均支出 约为972美元 低于10月份预测的1056美元 但这个数字仍高于去年的888美元 专家认为 随着能源价格的回跌 通胀问题可得到逐步放缓 据金融服务公司 美国金融首席经济师普莱斯预计 美国的通胀率将在12月和明年1月 达到7.1%的峰值 到明年夏季将会回落至4% 到明年年底再降至3%以下 他认为通胀缓和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供应链的混乱状况得到改善 另外 华尔街也预计 本周联邦储备局将宣布 加快缩减购债规模 加息时间也可能将会推前 另外 再加上联邦政府明年将减少对家庭的援助 因此 国民购买力缩减后 可进一步减轻通胀压力 另外 据ADP首席经济师李查森表示 通胀的缓和并不代表物价就会下降 只不过物价上升的速度将会有所放缓 但未必会回到以前的水平 日前 据房地产网站 Realtor发布的2022年住房预测显示 明年 首次购房者的需求将超过全国的房市库存 房屋销售将达到16年来的最高水平 购房者将面临一个竞争激烈的卖房市场 据该网站预测 2022年的房屋销售将同比增长6.6% 据相关房产经纪人预计 明年的挂牌价也将创下历史新高 房屋的销售速度将会加快 但售房的选择仍将有限 因为现有房屋的挂牌数量 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 随着房屋建筑商继续提高产量 新建的520万个建筑单位 可能将缩小供应缺口 新房数量将同比增长5% 据报告称 德州奥斯汀地铁区的房屋销售额 预计增长4.7% 价格预计上涨3% 达拉斯的销售额预计增长8.3% 房价上涨4% 休斯顿都会区销售额预计增长2.6% 价格上涨2.4% 圣埃东尼奥销售额将上涨5.1% 价格增长3.5% 据Realtor首席经济学家黑尔在声明中表示 预计2022年将会有更多卖家进入房市 房屋的销售量将会比2021年强势增长 他说随着利率和房价的上扬 购房负担也将成为购房者的一大挑战 但远程工作可能会扩大买家搜索房屋的范围 到2022年 全美将有超过4500万迁徙世代 进入26岁到35岁的黄金首购房年龄 预计明年的市场将会保持一定的活力 11号凌晨 在洛杉矶的巴沙迪娜发生一起入市盗窃案 然而当盗贼进入家中时 31岁的屋主正在家里 当他听到家中有男女对话声的时候 大吃了一惊 并立刻躲进壁橱中 然后他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在整个过程中 一直和警方的一位调度员保持通话 警方在凌晨12点03分接到报警电话后 迅速赶到现场 最终一男一女在住宅的车道外被警察逮捕 而第三名嫌犯从后院逃离时也被警方逮捕 警方在其中一名嫌犯的身上 发现从屋内偷走的物品 据警方通报 这三名嫌疑人的年龄分别是25岁 21岁和34岁 目前三人已被拘留 保释金从5万到10万元不得 13号 时代杂志宣布 2021年度的风云人物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2021年度英雄人物分别是四位疫苗科学家 科伯特 格雷厄姆 卡利科和魏斯曼 据时代杂志描述 影响力超越地球 延伸到太空的马斯克 获选本年度风云人物 时代杂志称 马斯克的火箭新创公司 SpaceX 已超越波音等公司 掌握了美国宇宙飞行的未来 它的汽车公司 特斯拉掌握了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 电动车市场的三分之二 并且市值高达1万亿美元 这使马斯克以超过2500亿美元的资产净值 成为史上最富有的普通公民 至少账面上如此 另外 时代杂志称 全球各地的科学家 用各种平台和技术 研制新冠疫苗 以上四位科学家 在疫苗研制上 达到突破性成就 引进创新且有效 并以性史核糖核酸 为基础的疫苗平台 对我们的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远超这次的疫情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2021年12月13号14点 全美确诊人数 累计5080万1455例 累计死亡人数 817956人 今天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 是38784例 死亡167人 好 那么很明显 今天的数据依然是滞后的 各州的具体情况 我们明天再继续观察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